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妙者派每天分享什么小妙者 相信家家户都会有一本户口本吧 我们从出生到商户口 我们一些重要信息都会记录在我们户口本上 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家里户口本如果出现这四个字 那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其实这四个字就是巨幅冰了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的影响该有多大 赶紧来看一下吧 户口本呢是一个家庭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证件 虽然没有身份证应用的寡方 但是呢在重要场合也是无法背大体 那么呢像我们户口本上如果有这四个字就要注意了 其实呢这四个字就是巨幅冰 如果呢我们户口本上呢被标注巨幅冰这四个字 那么呢将对我们个人真信呢造成影响 今后呢我们买房买车贷款等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国当兵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要求 而且呢当兵都是这样想请的 但是呢一旦批准入伍 那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拒绝了 否则呢我们户口本上标注巨幅冰 这样呢就会影响我们个人真信了 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像我们户口本上呢 如果出现巨幅冰这四个字的话 那么呢就可能影响我们以后参军了 我们巨幅冰的人呢会在我们部队出名 就算你哪天想通了想巨幅冰了 不得也是不会邀你的 换句话说呢这辈子参军就没有指望 而且呢在今后的生活中呢也会带来非常多的影响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代人参军哦 巨幅冰的第三个影响呢就是可能会让我们 无法考虚公务员以及教师之类的职业哦 像如果我们户口本上呢出现巨幅冰这四个字的话 那么呢我们是无法考虚公务员 以及教师之类的职业了 因为呢他们看到我们简历时候呢看到这四个字 那么他是不会继续招聘我们的 而且呢我们在三年之内呢是不能贷款或者是购买房子的 同时呢我们还会被纳入失忆人员迷担 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巨幅冰哦 这样影响非常大哦 第四呢如果我们户口本上呢出现巨幅冰这四个字的话 那么呢可能对我们以后出行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哦 像如果我们户口本上呢出现巨幅冰这四个字的话 那么呢可能对我们出行也是造成影响的 像我们一些乘坐飞机高铁之类的 我们就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呢去购买票了 这样呢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以及一些出行的方便 所以呢大家尽量不要去巨幅冰 像我们现在国家呢当兵的福利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哦 看完这个视频呢知道我们巨幅冰这四个字 影响对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影响吧 所以呢下次我们当兵的时候呢不要当逃兵哦 喜欢就分享出去吧我们下期再见